來吧 請來 對 放手 它裡面真的是一個刺子的外皮 雙煮菜只要一百塊 這鍋是小的 超大的魚肉 可以為了它的湯頭再來提刺 我們今天要還的就是嘉義的山區 對 因為我們上次沒有辦法一次拍完的原因 是因為真的是太遠了 所以我們分了三天拍完還嘉義 車程也是很可怕 要五六個小時 所以我們看可不可以有機會 把還嘉義的山區拍完 如果拍不完的話 你們就會看到我們穿不同顏色的衣服出現囉 今天的第一站就是要去嘉義的中埔 中埔這個地方呢以前就是在賣檳榔為主 在有一次的天災之下 檳榔價格大漲 中埔鄉這邊又十之八九都是賣檳榔 就是變成土豪耶 我們有看路邊一堆在賣檳榔嗎 所以說呢他們又被稱為青仔農 它是接近阿里山山腳下的鄉城鎮 所以說我們就想說從中埔開始出發 然後往上走 那我們這次要來吃的就是 瓦粿 耶 瓦粿 吃完瓦粿 吃完早餐再上山 中埔必吃的就是這間 林蘭瓦粿 而且這邊的瓦粿還有賣甜的 是紅豆口味的 對 所以那時候我們一早來的時候 很怕就是賣完 所以先打電話過來先跟他預訂 聽說這邊平日十點就會賣完 瓦粿來了 瓦粿來了 先吃一下原味的看看 他們的瓦粿的話是用再來米 不用粉的 算是還滿Q彈 他有問我們說我們要吃冷的還是吃溫的 他說因為天氣冷的關係 所以他們有一些瓦粿是溫的 這家林蘭瓦粿好像是從88年就開到現在 其實也是算開了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 他在中埔鄉的台山線上 所以大家如果要往阿里山的話 可能都可以有機會經過他 除了Q彈以外 你看他加起來不像有些瓦粿會散掉 而且上面有他們自製的油蔥 那個增添它的香氣滿好吃的 我覺得他的醬油也好香喔 那底桂好吃耶 真的嗎 你知道我通常吃到底桂 不是過節日拜拜的時候 他的底桂真的沒有到很甜 而且他的底桂吃起來有點像那個 昆桂的感覺 而且他上面放炸冰耶 而且他上面就寫黑糖挖粿 然後裡面可以吃到好多一點 對對對 底桂真的好吃耶 好的 現在趁他那個天氣還不錯的情況下 我們把中埔玩完吃完之後 我們要再去一個地方 就是帆路 喔 我知道帆路啊 帆路是很多原住民對不對 嘉義的原住民幾乎都是從帆路 你確定 就是講這句話啊 我確定 阿里山州族的人族人如果要下山跟看人交易的話 都會經過帆路那邊 所以說帆路那邊其實是非常多原住民的是真的 因為帆路的路上兩排很多市值樹 現在有市值喔 對 所以說到秋冬的時候呢 你經過你就會看到整片山都是火紅火紅的顏色 所以說帆路呢也是全國產量市的最大的地方 最大太遲了吧 對 那我們現在要去的叫做 安兵市茶集 它算是有點農會的概念 安兵市茶集不是我知道的那個嗎 不是 絕對不是你知道的 喔 不是賣飲料那個 不是也賣飲料的 也不是葉安大學那個 跟大學靠著 對 葉安大學 對 葉安大學對面不是有個飲品室嗎 對 對啊 我們到飲品室茶集 真的不是賣飲料的耶 不是 你看它這是掙脫的新鮮柿子 掙脫是什麼 燈空拖色 我第一次有聽到人家這樣撿寫的 要這個吧 四果子 柿子裡面爆冰淇淋的 對 下面這個 外面是柿子 然後裡面是包烏龍茶冰淇淋 它是結合阿里山烏龍茶 就是它後面那張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可以買耶 我們家會不會買太多啊 你看它這個柿子冰淇淋耶 它裡面真的是一個柿子的外皮 之後裡面填那個冰淇淋 這個滿有創意的耶 我覺得很有創意耶 對啊 這是他們獨家販售 它外面這是真材實料的柿子 然後它覺得說是有那個柿子的甜 有些果實它們是曬到乾 水拖完之後 它那個所有甜度都是鎖在那個裡面 所以它剛好這個是我先曬過的柿子 也很好吃耶 因為它裡面包的是阿里山烏龍茶 所以說很香 因為我剛剛有問他們就是這樣子一盒 保麗龍的話可以放多久 然後它跟我拿說四個小時 我們等一下上山這個是 放回去直接變糖 這是五十 另外一個四式圓滿 麻糬的是三十九 超大顆 這個是大福 裡面有柿子很像蛋黃耶 但它的草莓很好吃 到底現在吃草莓還是柿子呢 因為我剛剛吃太多草莓 所以我還吃不到柿子的味道 太厚的皮的麻糬冰會太硬 它剛好那個薄薄的Q度是OK 然後它的草莓是酸甜的草莓 不是很假的那種絲草莓 你一定要吃那個柿子外皮的 因為它真的很有特色 吃完冰我們就要上山囉 OK 現在沒有下雨了 耶 終於 太好了 我們就可以安心上山 那我們現在要去的就是 梅山香 它其實是在162線道上 所以說其實我們往這個方向 剛好就是由帆路直接接到162線道 梅山其實就是有很多原住民 他們從山下來的時候 會經過一個叫太平的地方 所以形成了一個聚落在那個地方 那邊就是有250多年的太平老街 你以為918塊就很多嗎 這個是3672塊 那個真的超累 超累 超難開 除了阿里山公路之外 另外一個可以前往阿里山的路徑 對 所以有些人會選擇往這走 但這個是有點遠喔 所以我們等一下上梅山之後 就可以順路再上去 對 等一下上完梅山之後 我們就要往足旗 我們到太平老街 我們到太平老街 這裡呢 就要買一些比較必吃的東西 走進來就首先看到一個 他們說必買的太平燈籠餅 聽說好像是類似雞蛋糕的東西 OK 我們先進來看一下 走先第一發燈籠餅 結果它不是雞蛋糕 什麼餅 它剛剛說是用燈籠花去做的 沒錯 然後它造型看起來很像燈籠 它也算是梅山太平村的一個 滿有特色的花卉 自古以來燈籠都是以光明天才之意 它的太平燈籠餅買回去送人家也滿不錯的啦 所以裡面這個就是燈籠花嗎 對 應該是 外面它要塗一層煉乳 雖然這個煉乳是甜的 但是它的燈籠餅是沒有味道的 甜度適中 滿可愛喔 有點乾 我覺得可以買 咖啡 送人 如果好不好吃我覺得鋪鋪 就是配茶 我覺得適合配茶點 因為來這邊並買了一個特色伴手禮 就這樣 有那種網美 小網美拍照區 咖啡 我們現在已經到太平老街了 算是主要幹道的地方了 對阿 其實我對太平老街沒有什麼太大的印象 好像我真的沒有特別來過耶 我也是 全都關鍵來於我們也來過的地方 很多地方 好來 我們來到太平老街裡面的第二個重要點 就是冬瓜妹 冬瓜妹到了嗎 這個冬瓜妹非常厲害 它有百年歷史 那冬瓜妹應該變阿嬤了吧 我也不知道 阿祖 網路上說它還有打進總頭府 所以聲名大照 冬瓜妹必吃的就是它的茶葉蛋跟豆干 那我們就來買看看吧 走 好 百年冬瓜茶 還有獨家手作豆干 那就三個都這邊買囉 可以 他跟我們講說要先吃茶葉蛋 再吃豆干 因為豆干味道比較濃一點 yes 然後他旁邊還有給我們一個 這個他們自己特製的醬 他說一定要沾 聞起來很像豆瓣醬 先吃原味 好 茶葉蠻重的 是微甜 喔 茶味真的很重耶 喔 還蠻不錯 它裡面的醬黃已經滷到 有點軟軟 這粉吃的不都超硬 會咬到咧 很乾啊 但它是濕濕的 沾熱的醬蠻酷的耶 這醬很辣喔 其實他剛剛說這個醬 是給豆干沾的耶 不是我給茶葉蛋嗎 豆干 我等你沾再跟你講 我等你沾再跟你講 你們可以看他那個豆干 其實非常漂亮 顏色滷得很好看 然後很大顆 不吃原味先沾是吧 糟了我覺得豆干普 它雖然沒有到很入味 但是它的味道是清香的 它裡面有辣椒 它的滷汁就有一點辣了 就這樣 是不是 這還可以啊 就是一個熱豆干 一般的熱豆干 其實應該就有這個水果 我覺得我安婆做的比較好吃 百年冬瓜茶 其實它的招牌應該是冬瓜茶吧 那豆干 你醬人家是怎樣 糟了就是冬瓜茶 我在品嘗它那個冬瓜厲害的點 可是其實對我來講 有點像就是 一般冬瓜傳煮出來的冬瓜茶 那我們就 繼續出發 繼續出發 下一站了 各位你看看 我現在是在冷凍庫裡開車嗎 那你去外面 變成老洩冰棒 哇這個霧瞬間耶 還好我們剛剛飛空拍機的時候 還沒有這樣 它那個霧動超快 有沒有看到 我的天我的天 哇 好 我們現在要出發前往 好 好 好 現在我們要去的下個地方 就是 竹崎湖 那我們現在要走這個山路 起碼 有點顛簸 不好意思 40公里 個半小時左右 還蠻久的 我們從剛剛的太平村 直接一路開到奮騎湖 那這個奮騎湖也蠻特別的 因為它其實算是 阿里山百年火車的中繼站 車的那個路線 然後有三分之二都在主旗巷裡面 所以說其實很多人啊 以前從嘉義起點 坐車上來的時候 中間可能想說 啊休息一下買個便當 他們在懸勝時期的時候 一天可以賣到 兩千多個便當 這裡呢 就又被稱之為 便當王國 我們現在要去這個奮騎湖 它沒有湖喔 它只是因為有時候有雲海 看起來很像有個 湖的在那個中間的感覺 所以它才被稱為奮騎湖 這樣你們再知道吧 喔 了解 姐妹鐵路耶 台灣跟日本的 喔 有穿白襪的嗎 有穿襪子 好可愛喔 人家他們上面啊 等到幾號都是非常復古的 哇沙米豆花 你要不要吃吃看 哇沙米豆花 真的假的 不要我看一下 可以喔好像可以 帽子看起來 蠻夢幻的 但吃起來可能會有點恐怖 那就哇沙米豆花一個 好不好 這個是哇沙米嗎 就哇沙米味啊 好 你吃吃看 上面就哇沙米 其實滿像在吃豆腐的啦 喔 所以它不是甜的 鹹的啊 它上面有淋醬油怎麼會是甜的 它是鹹食 那那個檸檬口味應該是甜的吧 我覺得應該是叫 哇沙米豆腐 你要想像成在吃豆腐 要把它 跟豆腐混合在一起 不然你直接吃會很 很嗆喔 但我覺得算滿順口的 這個應該你阿公可以 這家呢是叫做 豆腐花 然後它也是在老街裡面 147號 大家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我們現在 應該知道了 看到一個很驚奇的畫面 看起湖現烤甜甜圈 來吧請排隊 倒走 因為呢排隊要排太久 所以我決定讓老街自己排 蔡阿貴也在排隊 各位 好恐怖喔 蔡阿貴的味道超香的耶 南瓜跟蔡阿貴有素食的 然後還有蔡阿貴、藕貴、地瓜、竹水 芝麻、花生、紅豆 一個30塊 蔡阿貴、素的各一個 有嗎 沒有啊 剩柔仔 剩柔仔 剩蔡阿貴跟柔仔 好那各兩個 有沒有覺得人生很難 我都排到了 這個就是 蔡阿貴 先來吃吃看 但是通常這種比較熱的 我覺得不會比較Q 放涼之後它是好吃的 熱的確實沒有那麼Q 它裡面料也是蠻多的 的確是來奮起不地吃的東西 哇好久沒吃喔 對啊 吃大概高中的時候 很香耶 很香 它就在甜甜圈附近了 才會等你的甜甜圈 看大概要再等20分鐘 真的是有夠久 加油 謝謝 謝謝不會 喔耶 哇 滿滿的 買食送衣好不好 200塊 這個甜甜圈看起來就很厲害 有沒有很像那個 左邊左邊 你要幹嘛 測試力的那個 煩死了你 好來再來上來 哪裡沒有換距離 別聽 哇好酷喔 它外面一層很像糖霜 它那個火候感覺抓得很恰到塗 因為不會有一種焦的味道 而且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它裡面是很多層的 百層甜甜圈 因為感覺比千層少一點啊 40分鐘有值得可以 我們還有最後一個目的地 就是奮起湖的便當還沒有買到 對 聽說這家奮起湖便當 雙煮餐只要幾八公里 然後它的評價比其他的都來得高 真的假的 可是它沒有 看起來是看餐廳對不對 沒有一間餐廳的感覺 我們進去裡面看看吧 你好 你好 一個便當 謝謝 謝謝 我們去外面開箱 超大 超特別喔 超大 扯之又扯 這個台北的話 170多啊 雙煮菜只要100塊耶各位 雙煮菜有蛋有菜 有豆腐啊配菜飯還很多 對啊這太扯了啦 它整個爆開耶 這是奮起湖CP值最高的便當 我要吃這個便當了 因為老師要開車 就由我來介紹吧 但我覺得它頗油的 它的料齊很多 你看大排骨 還有一個棒腿 然後還有我很喜歡吃的甜甜 豆棗 然後還有豆干跟香腸 而且它的滷蛋是一整顆完整的滷蛋 它不是給你半顆 還有水乾耶 哇 它等於幾菜啊 十樣菜 十菜一半 哇 因為加上那個它有菜脯 屌了 哇 真的屌了 小香在吃便當的同時呢 老謝在開車 因為我們要前往我們這次 環嘉義的最後一個鄉 阿里山鄉 我們現在要去的就是 阿里山鄉的茶枝道步道 沒錯 這個茶枝道步道其實 不會說很難走 大概1000公尺左右 對蠻短的 那我們為什麼要找一個步道呢 那是因為阿里山其實有非常多步道可以走 那我們覺得最代表阿里山的地方 應該就是茶園跟享受它的自然步道吧 哈哈哈哈 對啊 享受大自然 那我們就要前往我們下一個 最後一個景點囉 茶枝道步道 茶枝道步道 這個步道其實是 鼎石濁步道裡面 最值得爬的一條 大家說很漂亮 它裡面有竹林 有茶園還有山木 嗯 還蠻漂亮 全長大概1000公尺而已 我們現在還沒看到茶園 都是竹 對 不然我們爬不爬下去 快點 快點 抱歉啊 要跑到哪 我喘成這樣 你就慢慢走是怎樣 你肚子為什麼突起來 快點 好 欸這不能太晚 因為今天有下雨 所以地上還蠻滑的 我的鞋子不合格 大家不要學 對 其實我們本來沒有想說 要爬步道的 我們本來想要在 愛里山鄉這邊 找一個咖啡廳 秀一下 秀一下 足之我想去的那個阿將 他沒開 今天禮拜六沒開 所以呢 我想說好嗎 那我們就來爬個步道好了 所以我今天 沒有做好 萬全的準備 我的鞋子不對 好啦 我覺得我們跑到這裡就可以了 各位 我們走了 一百八十公尺 還要八百一 你想爬嗎 那個 有爬到的 再告訴我們上面的風景怎麼樣 謝謝 因為現在已經五點多了 天黑了 我們就爬上去 會出生命危險 我們真的不是故意的 如果我們今天來的時候 是下午兩點 就絕對爬上去給大家看 大家也知道 我都爬過一山嘛 我一定爬給大家看 大家就是有爬過的 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這個步道到底獨立還好嗎 這次呢 介紹給大家 黃嘉義順利問目 完成 最後 終於結束了 我沒有要抱你的意思 希望大家喜歡這支影片 然後希望你們可以follow 可以tumb down嗎 打擾到我的情緒 希望大家可以follow我們的行程 然後來探還嘉義一次 就是讓你們更了解嘉義的各個不同的小角落 對希望你們喜歡 沒錯 喜歡小巷記得按讚訂閱加分小巷 還有小巷 下次見 掰掰 你們想要看其他哪個縣市還系列 可以下面留言 可以下面留言 想要看我們去還哪個縣市 好下面自己留言 下面自己留言 現在我們要去這個地方是大浦鄉 這個地方真是遠到個炸掉 這個是台山縣 如果你們從市區來的話 大概要開一個半小時的路程 對 那全部都是山縣 但大家也都說大浦鄉算是一個桃花園 看完這個台山縣之後呢 感覺就是到了一個另外的世界 又是美麗的感覺 大家都會到那個大浦那邊吃 沙鍋魚頭 沒錯 大浦的沙鍋魚頭很有名 不是嘉義式的沙鍋魚頭 要去吃大浦的沙鍋魚頭 而且它就在正溫水庫旁邊而已 這鍋是小的 哇它裡面料好多喔 這蛋酥超多的耶 你們看這個魚肉 沙鍋魚肉 這一整鍋六百塊我覺得 好便宜 超大的魚肉啊 我這樣一個人吃一鍋會不會太多啊 應該還好玩 我看你吃不吃得完 這起碗應該兩公斤重了吧 這個的話應該是魚丸 這個魚肉真的很大 那如果說你選擇是沙鍋魚頭的話 是七百塊 那因為我不喜歡啃魚頭 所以說我選擇魚肉 這鍋的話就是滿滿的大魚肉 料真的非常的多 然後這邊白飯又吃到飽 來請講評 它的湯頭好濃郁喔 我可以為了它的湯頭再來提示耶 難怪我剛才看到旁邊有人 只點單純的菜湯 就它只有料的沒有魚肉的 原來是它的菜湯就非常的好吃耶 隔壁大哥點一個比較小的 老闆就說大概是一兩百 因為他們想要就只喝這個湯頭 然後就是料跟湯頭 可是沒有肉 就像個人小火鍋那樣 這樣很便宜耶 一兩百塊其實算會好耶 因為它的湯頭是有它的各種的料 蝦米 蝦仁 蛋酥 就是這些滷菜進去滷的 是 讓它的湯頭變得非常豐富 而且最重要它裡面有一點沙茶 會變得很香很好喝 但是又不會太油膩 偷偷問你 你覺得嘉義市的 XXX好厲害 還是這個的什麼 我沒有吃過XXX 你怎麼可能沒吃過 因為我都吃北門 那你覺得北門跟它比起來了 我覺得兩家不一樣 而且兩個地點差那麼遠 你來嘉義線路過阿婆玩 然後可以來大普吃這個 阿婆? 大力餐飲夫的砂鍋魚頭 很好吃 你們可以來試試看 而且來到這邊的話 剛好是西拉雅風景區 所以說你可以在這邊玩一整天 你可以去那個真文水庫看看風景 然後又可以騎一個腳踏車 然後又可以在這邊吃個砂鍋魚頭 其實旁邊還有一家火龍果冰淇淋也很厲害 只是因為我們吃不了那麼多 等一下我們還要趕花 所以呢介紹給大家這個就是 嘉義現必吃的砂鍋魚頭 繞過一個山頭 你就可以吃到這個美味的食物囉 等一下你可以帶回去慢慢吃 你們可以看到後面桌子上 一包一包的那個 全部都是宅配的砂鍋魚頭訂單 魚肉我稱不上好不好吃 因為這種的魚肉好像都會稍微的乾 因為它又炸過又煮 所以真的是還滿乾的 但是它的湯頭真的是太強了 它的湯頭是屬鮮甜味 我覺得有些砂鍋魚頭的湯頭 因為砂茶加太多有點太過油膩 它的砂茶味沒有像其他家那麼多 而且很清甜很順口很好喝